哇,真真真真 这里我们开大火给它收一下汁 如果要多汁的话,现在就可以上了 最重要的汁要包到精紧 就很真了 哈啰,大家好,我是邱师傅 这一集就跟大家分享一道非常下饭的菜肴 菜鸡焖鱼票 好,首先我们准备一片的桂花鱼票 已经泡泡好了了 然后半只的菜鸡,两粒的冬菇 够的香料,我们有姜,有蒜头 然后有葱头仔 再来就是芹菜羹 芹菜羹我们把它切成一段一段 一小段一小段就可以了 姜,葱,蒜的一样把它拍一拍就可以了 好,鱼票 切成一小块一小块 最后的花菇,把它切成小块 鸡我们把它砍成块 把它放在一个碗中 清洗一下 好,清洗之后呢,我们把鸡滤干水 然后放在一个碗中 给四分之一茶匙的盐下去 少许的冰糖花 一汤匙酱油 一汤匙蚝油 一汤匙花料酒 之后呢,搅拌均匀 搅拌均匀之后呢,我们给半汤匙的风测粉下去 再搅拌均匀 给适量的油下去 好,起锅烧油 先把香料放下去 爆一爆香 好,爆香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下鸡了 好,这一个步骤呢,我们就要把鸡先煎香 好,把鸡煎香之后呢,我们就加入500毫升的水 把鸡飘也放下去 再加多一汤匙的蚝油 一汤匙的酱油 适量的老抽 这里我们保持中火,焖它15分钟 哇,已经焖到20分钟了 哇,真真真真真 这里我们开大火给它收一下汁 如果要多汁的话呢,现在就可以上了 最重要的汁要包到精紧 就很真好了 OK,可以吃 再一点点葱下去 哇,酱 好,菜鸡焖鱼片完成 那么这道菜呢,大家要注意的重点呢 首先我们的鸡要腌过 然后我们煮的时候呢 首先就要把那个鸡煎一煎 这样焖上来它好像香的哦 那第二个重点呢 就是我们焖到最后的时候 一定要给它包制 制,给它浓稠起来 这样才够够味,很好吃的 那喜欢这道菜的 记得把它分享出去,给我一个赞 收藏起来哦 请不回答 期划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